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金融危机的政治逻辑 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让我们一起揭开其背后的真相 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然而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将如何影响中国 乃至全球却让许多人牺牲忐忑 随着外资的撤离 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表示怀疑 这不仅是财政危机的直接后果 更是由于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 当这个庞氏骗局崩溃时 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将面临巨大挑战 甚至可能需要一场政治革命来重置社会企运 尽管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不可避免 中共高层却在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虽然他们的能力和资源都相对有限 习近平最近的动作表明 他正在试图将更多懂经济的人纳入决策圈 以降低错误的风险 然而这是否能有效的减缓金融危机的恶化 仍然是未知数 在此背景下 中国与西方的信任与合作关系面临重重困难 这使得全球经济系统在中国金融危机失控时的风险更加难以预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也可能成为国人集体反思的契机 促进内部变革的浪潮 总之面对这一切挑战和不确定性 我们必须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杨晶评论中国金融危机的政治逻辑 自由亚洲电台作者杨晶 对了解中国经济的人来说 中国的金融危机大爆发是一个毫无悬念的趋势 难以确定的是 这个危机爆发的过程会不会很快失控 从而不仅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也给世界带来一场超过大瘟疫的全球灾难 这是当下许多中国人心中最大的忧虑 也是世界政经精英的共同隐忧 这个隐忧带来的焦虑程度 其实并不亚于由俄乌战争中东紧张局势带来的焦虑 人一呢一方面是大家都看到了中国金融危机若失控的灾难后果 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实情之之越多 越看不到中国政府会有什么办法有效应对正在到来的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危机直接源于财政危机 而中国的财政危机则源于政府一手推动了房地产行事骗局 不可避免会破局 这个由政府推动的庞氏骗局一旦破局 其政治逻辑就与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发生的庞氏骗局不同了 这不仅是因为中共国的政府规模过于庞大 而且极具刚性 令整个国家和社会重建信用的过程 不可能通过民间的清算来完成 除非通过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 对社会契约来一次重置 疫情结束后 外资持续不断的撤离 根本原因就是投资者看清楚了 这个政治逻辑背后的风险完全不可控 中国金融危机之所以不可避免 就是国家只能用无毛印钞来避免财税收入断崖式锐减 换言之 中国的金融危机是延缓财政崩溃过程 所必须的手段之不可避免的后果 那么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是否意味着金融危机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呢 这就要看金融危机与政治博弈之间如何互动呢 应该说习近平三中全会中风神隐 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机会 让中共高层通过集体行动来遏制 而是习近平的一些极为危险的举措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用所谓砸锅卖铁的手段 来给官员发工资 中国难重建与西方的信任与合作 不难判断的是出于不想翻船的共同历态 习近平正在让更多比他懂经济的人 参与到经济决策中来 从而减少犯颠覆性错误的机会 但总体上中共高层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本钱阻止金融危机不断恶化 因此中共高层冲击量只能把并城拉得长一些 但激烈如此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美国和西方也深陷危机 需要时间来应对中国金融危机全面失控的巨大风险 过去几年美国应对中国挑战所关注的是军事 这方面一见成效 但如何应对中国的内乱美国准备严重不足 现在不容易看清楚的是 整个世界经济系统有多大可能在中国金融危机 不至于对世界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我的直觉是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像上世纪八零年代那样 与西方合作是有可能 有办法避免一场大的经济灾难的 但中国目前国内的政治格局很难重建 与美国和西方的信任与合作 这个政治逻辑决定了至少在短期内局面不如乐观 那么有没有能让人看到乐观一点的东西 我认为有这样的几点 第一是中国经济危机正在推动国人的集体反思 开始形成潮流 第二美国和西方内部变革在加速 他们的内部危机与中国危机直接相关 对中国关注前所未有 有利于促成对中国变革的压力 第三习近平没有本钱打台湾 对中国内部变革有利 第四上世纪的经验说明 一旦方向对头 中国的变化会很快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金融危机是指一系列严重且广泛的金融问题 这些问题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深远影响 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银行倒闭 股票市场暴跌货币贬值 金融机构破产和信贷市场冻结等现象 金融危机的背景可以追溯到金融市场 和金融机构的高度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 在一个全球化经济体中 金融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 许多金融产品和服务跨越国界 金融衍生品杠杆投资和高风险贷款等金融创新 在带来高回报的同时也增加了系统的脆弱性 经济周期、政府政策、市场情绪和国际环境等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会触发金融危机 历史上金融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一个常见现象 早期的金融危机包括17世纪的玉金箱泡沫 和19世纪的南海泡沫等 20世纪初期的1929年大萧条 是最著名的金融危机之一 它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 21世纪也见证了几次重大金融危机 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 金融机构过度发放高风险贷款 并将这些贷款打包成复杂的金融产品出售 当大量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 金融系统中的风险迅速蔓延 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 股票市场暴跌 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许多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如大规模金融救助 货币政策宽松和财政刺激计划 以防止经济崩溃 从数据上看 金融危机的影响通常非常深远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 全球GDP增长率在2009年大幅下降 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达到10%的高峰 全球股市市值在危机期间蒸发了数万亿美元 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债务大幅增加 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严重损害 信贷市场长期处于紧缩状态 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一般包括银行救助 货币政策调整财政刺激 金融监管改革等 中央银行通常会降低利率 以刺激经济增长 并提供流动性支持 以缓解金融体系的压力 政府也可能通过财政政策 如增加公共支出和减税来刺激经济 长期来看 加强金融监管和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和稳健性 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 总的来说金融危机是一个复杂且具有破坏性的现象 其成因多样且影响深远 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了多种措施 来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应对能力 但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 了解其内在机制和历史教训 对于防范和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亲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我要说 中国的金融危机的确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我们不应该过于悲观 中国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 并且有一些成功的先例 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 中国的应对措施是非常有效的 朋友们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说中国政府有成功的先例 这听上去不错 但我们要记住 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泡沫早已经是无可挽救的了 就像是手里拿着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怎么拆都会出问题 琪琪 你这么说有点太过激了 确实 房地产泡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政府并不是没有应对手段 例如近期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这些都是在为金融稳定做准备 别忘了中国有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 这是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优势 楚天书 你真的是乐观过头了 内需市场确实很大 但14亿人中有多少还在挣扎于贫困线上 再说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有多少是有效的 很多企业拿到钱不是去扩大生产 而是用来还债 就是一个看似在救火 实际上火越烧越大的局面 再看看近些年外资的撤离 这可是对政府信心的最直接投票啊 其其外资撤离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这也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而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美国的贸易战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都对此产生了影响 中国正在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合作 比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 这有助于多元化风险 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哈 楚天书 你真的是乐观的让人觉得你住在平行宇宙 一带一路搞了这么多年 效果在哪里 很多项目变成了负债累累的一带一负债 实际上 中国的经济困境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制度问题 如果政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就像是贴创可贴治疗骨折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事业进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镜 我柔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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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